YG的比赛里面表现非常的好 对不对 然后第二就是Joker压了黄祖二比 那你最后是压了没有 那你是压了没有吗 没有压 还不是这样 你的功力还不够 刚才Joker在几个台一直在做这个动作 我不知道他是在干嘛 发功啊 好了看一下双方的搬Pick 布隆是B搬 那黄祖这边搬掉腰机的话 可能是要抢腰索 因为从YG这边的话 中单就用了腰机和腰索这两个 YG这里搬掉狮子狗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其实INSEEK不一定会玩尸子狗 他之前打YG的两盘都是用尸子狗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原因是因为盲森被搬了 对在一个可能那时候 他想随便先用个试试看 对我觉得他那个狮子狗的打野 其实没有什么态度 搬了狮子狗和盲森 完全针对黄祖的这个 还丁的INSEEK打 那个B就是 他抢的是索拉卡 那这样的话 在哪个螳螂什么呢 对黄祖有可能要打那种套路 这个索拉卡感觉是上单 虽然现在也有用辅助打 打辅助但是还是很少 我觉得索拉卡这边打上单 然后AD的话 不知道小狗这里会不会拿出 我们期待已久的大战 YG这边如果拿卡扎丁的话 说实话现在卡扎丁这个终端 我没想到有什么英雄可以克制他 几乎没有 一定要说的话就是没有 现象也凶 但杰 不行 因为现在有新的套路 就是打物理型的终端 你可以出冰拳 然后打的效果非常好 对 这个好像也是李师傅 最开始出新版卡扎丁 那个正确打开套路 因为就是有冰拳 就是现在打他 你打AP型的终端 你就出法上拳 但打物理型的终端 你出冰拳 他也很难打 就打他打不死 对 而且团战的时候 伤害也很高 控制也很强 主要是他如果出了这样一个装备的话 对面中路是AD 往往就是一个 基本上菜刀队的终端 如果你这边出了冰拳 他所提供的护甲 会效果特别的好 是的 然后这边打野的话 果然是拿了卡扎克 刚才小言说的卡扎克 因为拿了卡扎克的话 他们整体的阵容 等会儿可能会非常的完整 YG这里要考虑清楚 先抢了纳美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韩国人 垂时用的也很好 是的 这种套路 这种套路辅助 给皇族拿到的话 其实对于YG来说 不一定是好事 拿纳美他可能主要的想法 还是有一个开团的能力 就他那个大 在狭角度口开团 配合卡扎克 可能好打一点 但是你看他这里 就拿了一个皇子 如果拿皇子的话 就等于是两个强 就开团能力非常的强 就是皇子的强开 然后纳美的反手 对 就是说这个阵容拿回来 他就感觉YG已经想好了 找你打团 对 但是皇族这个阵容的话 很有可能是需要 一段时间的发运 因为事实上 索拉卡这一种 他是一个打团的时候 持续战斗的力量 但是打一波的时候 其实并不想到一个异性 不能被他打太久 这里是一个中单的索拉卡 中单 对 选来一个甲子 这个就很少见了 我觉得中单的索拉卡 这个真的是 其实我想会不会是武器打野 螳螂的中单 会不会是螳螂的中单 因为堂蓝中单也是有可能性 堂蓝中单好久没有看到了 你不能排出这种可能性 就是技打野堂蓝中单索拉卡上单 但我觉得他们这个很灵活 他们这个很灵活 如果你卡达丁打中单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索拉卡打中单 你觉得呢 可以是可以的 基本上我以为就是YG这边 不过这场是卡瑟丁被放出来 所以YG选了这两名手 如果卡达丁也被搬了 我想YG再抢一手那个堂蓝 YG这边会把牌 他把卡瑟丁还去上单了 对 卡牌中 因为看到你这边拿了索拉卡的话 我可能会卡达丁去上单 但卡达丁上单 其实打假个词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打的 卡达丁打上单其实是可以的 卡达丁打上单是出现过的 对 而且在最近的Rank局里面 卡达丁上单也打很多 就是说初期面对一些 可能没有什么进攻性的 这种AD的话 他只要度过初期 然后在中期 尤其他上单还可以带传送 对 就他支援起来也是一波肥 其实套路是一样的 但是他上单打武器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 他上单也是擅长欺负一些AP的 好 那这边已经确定了阵容 中路拿出了索拉卡 但我觉得索拉卡 如果对上卡牌的话 真的不是特别好打 你没有办法阻止卡牌 我觉得 只能在初期无脑推线 因此一个困了 可能是现场有点热 确实是有点热 这个今天已经算是阴天了 其实最主要是比较闷 比较沉闷 从这个拿路上来 拿英雄自己分路上来看的话 YG这边中路 至少卡牌这个点上 它是能打得不错的 对 这个点是拿得很好 就是天然在线上的话 就不是一个劣势对抗 反正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对抗 但戴上的武器 面对卡萨丁的情况下 就关键看卡萨丁这边 前期抗压抗不抗得住 是的 他们这个双AP阵容 不知道是有练过的 还是说这场 因为正好放出了一个卡萨丁 就两个英雄都想拿到 都觉得比较 OP 应该是就是拿到卡萨丁以后 看到你这边 可能拿索拉卡中单 然后我就不如就直接换上去 我觉得YG有点出声牛途不怕火 什么都敢拿 这场比赛想必会非常的精彩 真龙在这里慢慢的晃瞪 其实真龙这边ADC的 这个实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这把就拿到了一个卢仙 他已经连续第三把的一个卢仙了 卢仙这个英雄就是感觉 打起 打起伤害来 是比较操作起来比较容易的 对 好 我们看到双方阵容都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进入比赛 再聊双方阵容的问题 每天睡个宝 还有灵雾蜂蜜 有茶 蜂蜜带来健康 柚子带来美丽 健康美丽喝下哟 天窝蜂蜜 有茶 好的观众 有点传来很响亮的加油声 但是 没听听给谁加油 有点差 但是听不听给谁加油 好像两边的加油都有 对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我觉得观众既然来到现场了 这是一个周末 好不容易有机会 躲开老板也好 对 躲开学校也好 对吧 在这里尽力可能的吼出来 我们看到双方阵容一级带的是一个扫描 没错 这边Q起来一张黄牌接上 就在这里 但是少人 只有两个人是打不死 如果是三个人的话 可以打出一个技能 这个让我想到了 现在就是对于布隆 这个英雄的一个最佳定位 就是一集团 只要拿上他就是无敌的 真的是无敌 他Q谁谁就死 对对 E3好像连续好多场 他开局都带的是扫描 然后这边的话 你看 音符这里带的也是扫描 所以说最近打野感觉 是不是初期都会带上一个扫描 现在五个人分点站 如果你站到那个地方 正好别人放个眼 扫描前期赚点钱 对 赚点钱 回家都换成黄眼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前期打野 对面是一个很强实英雄 而你是个很弱实英雄 就带眼 然后防守自己下自己 防守对面来野去骚扰 如果大家能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带扫描前期作用大一点 因为那个黄眼没什么用处 带扫描可以干开的时候 扫一下 但是其实这个眼 这个扫的话 如果对方是一个黄眼 因为开始只有60能 就是你能赚一下 就赚点钱 黄眼CD长 但是你黄眼一开始 只有10块钱啊 60秒的黄眼 是只有10块钱的 然后120秒的黄眼 才有20块钱 看看这个前期 这个不开buff 下路是先上线 保守帅先上线 那还不错 看一下冰 冰上线以后没有推 但是他们是没有A 对 没有推 他可能觉得 即使自己推了 对面等会儿 纳美和卢仙来了 自己也推不过 因为老鼠 刚才他们还没有出现在线上 他没推的话 这个想法我猜想 是打算前期贡献 然后等黄狼 上面buff 然后一路打出来之后 直接抓一下 我其实觉得是 因为他们推不过 你推的话 我们三个小孩 都不太一样 推的是肯定能先推一下 这边上路的话 熊孩子队上call了 双方都是回复品出门 那这边卡特丁 就占不到什么便宜 对 他们可能没有看到 对面上线 不知道对面是否换路 如果换路的话 他们推过去 就不太划算了 也有这个可能 确实 但现在一般换路的话 这边就要闪现了 我们看 给了点燃 这里应该是卢仙 这波打转了 打转了 再点还差一下 哇 漂亮 最后一个 因为他一直憋在手里 没有胶 等到最后一下 普攻再压一点 刚他们两个走位失误了 是的 应该是垂时这里 一个非常漂亮的先手 闪现的先手 然后UZI这里 也是跟着先手 是UZI先 把自己WG 能甩到对面的 竟然身上了 他这边垂时发现 对面中的减速 果断直接上去 这边的话 辅助打得很果断 对于两个人 对于两个 无法用语言来交流的 选手来说 能打出这样的配合 非常的不容易 无法用语言来交流 你说的是什么 奶用肢体来交流的 好歹是可以交流的 哎呦 这里的话 强杀索拉卡 是不是会有点虚呢 最后一下 主要索拉卡 自己有一口奶 还有治疗 对 刚才他一口奶都没加 哇 吉利卡斯科过来 逼掉了黄子的闪现 好险 好危险啊 诶 垂时也来了 ZERO这波游走 非常的漂亮 狗 逼个闪现 漂亮 这里辅助这个游走 真的很到位 对 现在的版本 下路 刚才UZI是回家去 出装备 然后辅助这个时候 是多兰顿出门 恢复品还在 他觉得没什么 下队也需要去补责包 拿到优势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出游走 就游走一波 对 这波游了 直接让中路 亏了两个招牌之技能 对 黄子和卡牌 双招都 这边的闪现都没了 上路这边的话 卡莎丁和贾克斯 在这里互相消耗 55开 55开 两个人都是水晶瓶 都挺好的 看上去消耗 其实还不错 但实际上卡莎丁 有点小便宜 就是卡莎丁开了W之后 他的近战攻击距离 是会提升的 会很远 然后贾克斯这边开W 其实还是很低 而且他还能回血 来 堂皇之波 然后这个卡牌 是没有闪现的 只有一个吉步 他开了吉步 被减速到了 能不能跑 差一下 不都A到漂亮 刚好齐杀 非常漂亮 这边的伤害是刚刚好 因为他也是没有回家 所以身上已经没有眼了 对 而且刚才这波 卡牌处理已经不错了 就是看到卡莎丁 直接是把黄牌丢给卡莎 这个钩很精妙 擦着兵线过去 但是可惜是没有准 这边上路的话 又是一大波兵线推过来 那这个时候熊孩子的一个发育 可以说是外界整个全队最好的 但现在谁也不好对 这个游戏要被扣起来 但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等级优势 要打一波 抢打 这个的话 辅助有点危险 辅助有点危险 看随时下一钩 因为装备钱都拉到 他死了 这个闪现 这个闪现没有藻礁 老鼠1 还是要死 最后游战还好 还是补到的1 我觉得颜色 如果这里能够早点交闪现的话 其实不一定会死的 他只要被随时拉到这个距离 他可能是怕闪现之后 再被勾太亏吧 但是闪现以后再被打死 其实是一样的 总之这一波 他已经觉得可能 危险性有点大了 这一波的话 有点亏的有点大 好 这里是看到了黄子 但因此看这里是5级 黄子这里是不敢跟他打 没错 黄子交4级 中路卡牌还没有到6 两个队就是在 德马夏威的时候 双方就是黄祖这边 挺针对中路的 中路连续被击杀几次 就是打野一直过来干渴 后来从中路开始 可能整个野区 就有点被入侵了 那这场的话 感觉下路自身 就是拿到了比较大的温饰了 然后中路又是被打野干渴 完全的一个对线上的优势 这两个人下路 最近也是一直在韩服 打王者排位 肯定是群体提升得很足 没错 然后你看现在 就是索拉卡中路一个优势 已经茫茫大了 49个刀对32个刀 再加上他本身 这个人头上的一个优势 现在索拉卡最起码比 哇 又来了 又来了 这波的话 红剑棍不能往左走 是有大招的 刚才红剑棍还好 他刚才大一点 往左边草丛 他那边有眼 那边有个真眼应该是 看到他了 可能路过的时候看到了 对 路过看到了 如果往那里走就黑了 我觉得真的不能给韩国人 拿到这种可以打先手的辅助 一旦优势了以后 他们滚血球的能力特别的强 而且你看 他还是一个多蓝队的主角 进行一个绕眼的干客 这是不是要1Q20过强 是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位置 但是走到一半又没去 今天蓝buff应该快刷了 可能是这样想的 还有10秒 还有20秒 其实当他给 弹子也很大 刷对面加F 但是这里FC有可能要不要卡牌 给Q强了 好Q 诶 他藏到这里是 省了 我们家可以一起打这个大怪 对 很机灵 这样的话他也知道这里有眼 但是好像还是想 这波好像是要三个人绕后了 是的 要墙上了 五级 文件棍只有五级 这边来了 没有召唤之技能 传送 强行保护啊 这个是 直接交闪现 速度很快 就不拖他 其实真的 闪现这种技能 如果你被打一套 在交是很亏的一件事情 诶 这里其实可以打 你不觉得这里可以打吗 这卡赛金居然还敢R上来 就一个卡赛金 我觉得有点凶 真的 这纯属被吓跑的呀 对 他们可能不知道打 皇子和卡牌过不过来 对 如果过来他们不打是正确的 还好是 这波YG支援也还比较快 对 要不然从卡牌这路打到优势的话 其他两路就完全也想住不到 卡牌这个阵容的支援了 下路的现代率是很大 但是考虑到毕竟是有卡牌的 所以也没有继续再强打 但其实卡牌现在刚刚到六级 他的等级被索拉卡压制很多了 那3打2也打得多了 也不可能去用两个人 硬跟对面三个人打 这里还是不着急 等卡牌把大招交了 或者是其他时候再下路再进一进 其实如果有索拉卡一个大招支援的话 按照下路这种发育 2v3还真有机会 这边我们看到上路的熊孩子 还是选择一个兵权的出装 对 这边直接是出了一个兵权护脚 下路这里已经被压了 人家居心院区了 现在确实有点难打 确实也到6了 这边一个双6的下路 打对方双5的下路 这个时候即使卡牌来也不怕 所以他们决定就直接推一波走人 而且下波ADC回家的时机也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 如果一波还好在这波是补出大剑了 要是补不出这种大剑的话 可能回一次加就拖他很惨 对 这里的话对他小龙看样子是比较绝大 对 又有所谓是打住很危险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技巧其实早晚要被改了 这些技巧其实在打龙的时候有点夸张 就完全无伤 这个设计师估计很快就要把这个技巧给削掉 但是这个改动的话也是在S2默契吧 就是野怪会率先攻击离他最近的那个单位 但是使用这个技巧的人是那时候还不容易 但是现在已经我们看到韩国人很多人在用这个技巧 是 技巧其实这特别有用 尤其是对于龙现在有百分比伤害来讲 是的 你说会怎么改的 就是你如果再这样弄的话 龙会对你发一个超级杀 其实很简单 只要让龙的出手速度变快就行了 就是你不能拉龙的头 让他龙头转来转去就可以了 他每一下就噴的速度特别快 是的 说白了就是急需增加这条龙的智商 对 或者说把龙改成近战攻击就可以 他直接用转换抓你 改成扇性攻击 他必须那个龙头不能对着人群 拉好龙头拉好龙头 结果那个新满的地图你看了吗 看了看了看了 那个小龙也是变得特别胜肤 那个小龙帅帅帅了 特来跳去 对 那个我觉得长得像小鸡一样 我觉得那个龙长得有点猥琐 我觉得现在这个龙有点dumble 这边的话有视野蹲一波 但是发现对方人都不在 我感觉那个变得还是比较真实 他起码会在那个旁边 那个圆形的地方 就是爬来爬去啊 游了游去那种 不过就一直站在那个中间 等着你来打 是的 他现在只不过是在变换的位置 然后等着你来打 他怎么就站在那 你可以放开电视机给他吗 放个电脑什么的 这里有真眼 黄子来的话会不会看到的 上一步没有来的 这一步来就有真眼了 有机会有机会 有机会这里黄子想交个大人 漂亮 但是跑得飞快 这一波的处理太难死了 但是丢了个灯笼 但是这里丢了大梅 应该是打得死的吗 哇 又在这里伤害很高 但是一技能还没有打 索拉卡来了 这边的话看看 卡特丁取消了传送 因为看到队友都已经跑了 还是没军上 这里ZERO处理非常漂亮 两个队阵 对面四个人完全不随 先让灯笼 然后闪现走 这样把ADC也能带到远一点 2-4根本不随 是的 这里招到卡牌 再见 唐当一还没交 还交到一个闪现 再见 前面要包过来的话 可是毛毛多残血啊 全是残血 唐当之后 手指干干净净 哎呀 最后一个收 全是他了 Ezek有闪现 Q 开插一下Q 哇 完全是单人的一个绕后 这边的处理非常的漂亮 全是残血没办法 对 其实YG刚才就应该走了 对 那个时候本来就已经非常危险 是靠卡特的一个传送 才让他们能够稍微跑一下 这里我觉得皇子处理的之路 是他应该交大招在EQ闪现 再EQ 这样就肯定逃掉了 对 先大在EQ就能跑 但是他直接EQ 他可能也没想到唐当追的这么果断 真的是追进来 刚才看一下卡特克那个等级很高 唐当就一波飞了 哇 上路现在有点难过了 贾克斯等级起来以后 如果真的用拼音的打消耗 卡特丁已经很难去打 对 就感觉现在 他不可能站在线上传送 对 每次传送想支援的时候 可能都稍微漏一点 是的 现在看一下普刀的话 贾克斯105刀 对于一个正常发育的贾克斯来说 现在这个上单等会就没法弄了 而且他两次传送 都不是用来去线上收兵的 是的 都是支援队友 然后对面贾克斯的话 就是状态不足回去了 然后传送用来自己补兵了 对 一直在线上发育 他12分钟112个刀就知道 做一个上单的时候非常的巧 因为中路这种补刀数据 是算在F4里面的 不是 F4是算在里面 怎么叫算在F4里面 就是带F4的补刀 对对 带F4的刷兵 是水分很大的有刷兵模式 就是那几个小的 对 这两个人好像又有点危险 被对方重三角形包抄了 没有打到 但是还是要死 哇四个人 那先卖一个辅助吗 那先卖一个辅助吗 其他人没办法 今天中单索达卡 他留不住人 是 放个月 但这个眼也马上也要被拍掉 对 然后这里的话 哦 真龙 哎呀 本来想说卖掉一个辅助 其他人能跑的 但是 又在野区被抓单了一个 8比0的APP 反正已经自肯崩盘了 对 现在有点崩 已经领先5000的经济 而且上路的话 卡塔丁 现在他很难去收割了 因为队友已经打不出伤害了 他这场 就是几次支援队友 还是帮助队友 化险为宜吧 对对对 对好像也感觉到危险 但是自己是亏了一点发育 唐囊在后面一个人追过来 为什么 唐囊在后面一个人追过来 唐囊在后面 他先勾引 唐囊卡加一口 哇 瞬间拿回来 唐囊卡有一口大招子啊 不要冲动啊 唐囊躲在后面 而这边武器跳过来了 杀掉卡牌 卡三丁能不能逃走 好像能逃 就只有最灵活的人能跑掉了 这一波勾引真的是 终于忍不住雷 一定要杀这个唐囊 唐囊其实也没有大 但是身后有垂石和奶妈 对 垂石灯龙拉出来 奶妈直接一口让对方绝望了 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什么好怕的 然后队员歪机马上就上了 上了之后立刻就被打死了 其实奶妈还有个大招子没交的 我没说你不要呼吸过 这里直接传送天哪 漂亮 没晕到 差一点点 鸡飞了一下 对 但是这边老鼠开了大招 被纳美这边加了buff以后的 如先点了两下 还是比较痛 这波传送的话 是没有能够杀掉对方 下路的组织 组织 10比0 已经是没什么机会 对 很难了 确实感觉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是 狗队这里马上回去就可以做出破败 做出破败以后 这个打现在这种装备的路线 那真的是玩一样 这一把 就感觉莫名其妙下路自然崩 这个算下路自然崩了 对 就对线的实力确实 下路线上已经练势了 然后有几波就是撤退的时候 我们要走得特别果断 嗯 现在黄图的下路确实非常 这个 UZA的话 他应该算是世界相当顶级的ADC了 对 现在碰到的一个能搭配好他的一个辅助 比较符合他心意的 Zero的垂石用的我们看到确实是各种想法非常的表慌 对 比较溜 小操做上非常的溜 记得一开始在就是去年春季赛上说 那个时候还记得不是 这边是要开先看一下这个锅 哇 绝望绝望 这个锅真的绝望 但这里垂石还一个扛得住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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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再拉回来这边看一下卡牌 卡斯克来了 没办法 能换一个能换一个 换到的第一个人头 这里还要继续混战 去混战当中看一下能不能打死卡牌 索拉卡这个太无敌了 索拉卡这个还没死 而且这边UJI 有点危险啊 黄死就没脚出来 你索拉卡打着打着你 你发现他的伤害是你没办法去估算的了 索拉卡最后追不上了 哦 误到了 误到了 那武器应该能跳死他 贾车斯有闪现 贾车斯有闪现 稳稳稳稳 够稳 这闪现看实际率是 对 对 是闻死的 想想看没注意 我刚才这个勾真的是预判的 真龙有点烦 对 这个就已经想好了 我知道你肯定会躲我 对 你知道我要往哪儿勾 但我也知道你要往哪儿躲 于是这边 好 来看一下刚才节播的精彩回放 是怎么样勾的 逼你一下 知道你要溢了 直接勾的 非常精彩 这真龙绝对是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我隔壁邻居 不过还好他们也是把那个锤石给杀掉 泄粪了 好 终于拿到这个锤石的人头 但是杀掉这个锤石付出的可是两到三 两个人的代价 三个人 三个人 熊孩子好像也死了 哇 太夸张了 这样的话 王族只损剩一个人头 刚刚表现非常可怕的锤石 对 我觉得这个锤石有种要拿MVP的感觉 如果现在结束的话 MVP可以给他了 对 关键是他做到了一个辅助全部的东西 而且他还没抢人头 他完全零个人头 所以这种杀是小狗的 又来了 又是闪现 又是闪现 又杀掉真龙 再 哦 这个终于是MVP了 不过这里那没不走 他是放个眼 不过他一根Q什么都用 这小狗是不是太跳了 这小狗是不是太跳了 他可能觉得这个有灯了吗 这小狗太跳了 硬换啊这是 强行一换一 这强行一打三吧 这个是 你看他躲在墙角上 他那个动作很围组 就躺在墙这里 就到对面没示意 但是对面可是人比他多 而且主要是被控住了 我觉得小狗这个锅真的是 就算那种有点浪 对面又是EQ 又是卡白黄牌 小狗大概想的是 又是纳美的炮 就主要有控制 就算你操作再好人家三个控制 是的 你躲掉一个躲掉两个吗 真是 他想的应该是0 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死 你死灰 殉情吗 这里下路了 又要把这锅线推进去 看下防御塔现在是3比0 YG现在的话 找不到什么太好的翻盘的机会 无论是团内经济也好 还是线上的这种 C位的发育都差太多了 下路再收一波兵 这个buff的话又成了 皇族的囊中之物 对 已经基本上门都出不了 现在AD装备太难成型了 对 已经没地方打钱了 下路肯定是不敢去的 然后上路是卡扎丁 你必须得让他发育 是的 中路的话就那么一波线 所有人都在出 又抓了一波音符 直接被沉没 哇 这个沉没确实让很多英雄觉得很烦 这个沉没确实让很多英雄觉得很烦 随时也过来 一技能先拉回一个辅助 这边拉回一个 这边拉回一个 贾克斯 直接带着晕的贾克斯 直接带着晕的贾克斯拉过来 我说他刚刚一技能拉回一个那个 对 对 他好像三个技能都可以用拉来说 对吧 你这么一样也有道理 好像是 好像三个技能都算是拉 对的 这里 卡扎丁这一把真的是觉得 没有分 哇又分到了 勾到了 而且颜色也要被秒 B技能再多来一下 随时勾到之后直接往后丢灯了 虽然有减速但是追不上 不追了直接推中了应该 有点 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考虑不要放韩国人垂石了 是的 这个伤害 因为垂石这个应该确实太全能了 要不然为什么他被削了这么多次 现在还是一选的服务 对 只要他的这个作用不改 他削掉的都是什么 都是伤害啊 属性啊 有没有其他人有他灯笼的属性 一拉两个 对 没有吧 他的灯笼他的Q 包括他的E 这个 狗队笑得好开心啊 燕贵双手离开键盘了 这场对黄族来说感觉 因为已经20了吧 大概 比较轻松啊 我们大概延迟在这边应该已经差不多20了 20分钟20个人头 平均一分钟一个人头 对 这场比赛总的来说打得非常的精彩 就是说黄族这个辅助位 对于垂石的一个理解 真的是 已经给人霸主 20个人头 辅助有15个助攻 他和小狗的下落 确实让YG边下落的比起 确实对面比自己强太多 这个你怎么说也没办法 确实是对面太强 硬实力 这个是硬实力的差距 这不存在其他的东西 真的 这不是处理的好不好问题 对面实在太强了 对面实在太强了 蹭直弓直弓直弄是拖拖的 而且你看他的血线 他现在有2300 2400的血了 你看 这个索拉卡真的有点让人绝望 作为一个中单 又有输出 然后又这么肉 你打不死他 正在你中间放Q 这有点凶啊 但是感觉还是要被秒 直接一个真言 哇 奶了起来 居然乃起来了 假如四爷就跳过去帮他晕一下 我刚才说的要被秒 其实说的是YG这边 我知道 是YG这边 是YG这边 这EC要被秒啊 瞬间满血的 我没说EC 你不要乱说 反正都是我们乱说就对了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Q 这边没什么用了 这真的有点 你知道教练 开始做那个手是什么意思了 我知道 现在仪式 你知道吗 现在仪式 这是干嘛 空中溢过去再交闪信 这边的话我们 恭喜黄泽1比0